每个城市都需要有它的日记 只有史家记录那些挥舞惊奇的王者是不够的 城市里那些属于个人的 渺小然而动人的瞬间 要有温婉思人的笔调记下 纽约时间正在寻找这样写日记的作者 纵然疫情阴影笼罩 我们还期待更多的幸运 期待更多的人 加入到记忆这座城市的行动中来 你也写日记吗 欢迎投稿到我们的邮箱 下面进入今天的疫情日记 4月16日 情 了不起的叛军让绝对权力让步 作者斗宛如 昨天纽约天气大好 邻居家的郁金箱一蹴一蹴的开了 看着邻居蓝天下开满鲜花的草坪 我突然有楚门世界之感 怀疑真实生活的真实 怀疑过分相信真实是一种病态 于是我决定带孩子们去看海 长岛是一个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端的岛屿 从哈德逊河口的东北方向 长岛往东延伸约190公里 宽19到37公里 面积4463平方公里 长岛西同曼哈顿岛和美洲大陆之间隔着东河 北宾长岛海峡东南林大西洋 四面环水长岛看海的地方很多 离我家最近的看海胜地华盛顿港 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女主角戴希住的地方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里 盖茨比经过一番苦恋 经过一番有苦恋驱动的华尔街大奋斗 跃进为大亨阶层 终于站在了出身富贵的梦中情人戴希的家里 他在莫名思绪中望向戴希家外面美丽的大夕阳 看见一点白帆在海上缓缓地移动 戴希问他家住哪里 盖茨比指了指大海的方向 我就住在你对面 这是书里面一个难忘的情节 因为它是悲剧的开始 盖茨比手指的对面叫国王角 这个地方属于我们大靖镇 我们镇上现在还有一条路 叫盖茨比路 用来纪念这个写美国梦破灭 很丧很伟大的故事 大作家菲茨·杰拉德本人也在我们镇居住过 之后搬去了巴黎 开始了一段崭新的自我成就和自我毁灭的生活 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出现了很多次 贯穿人物的情绪 菲茨·杰拉德在书里把生活永无止境的改变称为海边 他笔下的海充满着溶解和塑造的魔力 在盖茨比充满寓意的悲剧人生里 还有时是既亲切又遥远的爱情的隔阂 有时象征着富人阶层的特权享受 有时指内心压抑不住的逃离之意 有时又给人希望代表洗礼和重生 昨天出现在我眼前的华盛顿港 盖茨比在戴希加曾经看到的海 正处在如今百年一遇的瘟疫之中 天气很好 海水很蓝 但大部分观景点已经封闭 偶尔看到有人在跑步 也有人在钓鱼晒太阳 但往昔风滑不在 到处都很冷清 美景之中会偶尔冒出一个戴口罩的人 有种金属版的科幻感 看着空荡荡的海滩 好像地球人已经搬走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 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 以纽约市和长岛为背景的故事 现在是2020年 整整100年过去了 悲剧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菲茨·杰拉德这本小说 1925年出版后 长岛的国王角和华盛顿港 这两个男女主角分别居住的地方 据说声名雀起 华盛顿港戴希加的日落景色 成为了吵架的夫妻必去的疗伤圣地 不管心里多烦 不管外面有人还是没人 只要看着那么美的海上日落 再想想盖茨比和戴希 得兆不如得不着的结局 大部分伤心人都会选择掉头开车回家 重拾勇气 接着忍受路上硝烟四起 漏洞百出的婚姻生活 海是安慰 海是逃离 海是陆地的梦想 海是弥合撕裂的启示 方方日记把我和我亲妈的关系都撕裂了 一个朋友说 我劝他要顾大局 现在就没有不撕裂的关系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从未像现在这样消极 自盖洛普和皮优研究中心1970年代开始 记录此类数据以来 在美国接受调查的人群中 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 我的爱国者朋友今天发出了感慨 我倒认为美国人可以先冷静一下 不必看法这么消极 现在的情况很复杂 很多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情绪 目前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的澎湃新闻报道说 中国有多个微信公众号发布多篇 越南为何渴望回归中国 这个非洲部落渴望回归中国等类似的文章 这些文章歪曲历史 炮制奇谈怪论 用标题党的形式吸引关注 不仅失实 且极易引发政治纠纷 其中一个发表渴望回归系列文章的 是一个叫做最新汽车的资讯的公号 从2月5日开始 这个公号就发布 印度曼尼普尔为何渴望回归中国 之后又发布了 最希望回归中国的国家有哪些 列举出包括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蒙古国 图瓦共和国五个国家 多亏世界上懂中文的外国人没那么多 不然光看现在中文网站上出现的那么多世界上各地 渴望回归中国的新闻就吓尿了 不幸的是 哈萨克斯坦最近看到了这些中文消息 还看懂了 惊讶地得知他们国家的一个镇成为了中国网民写的 渴望回归的地方之一 4月8日有自媒体号在某平台上发布长文 标题是 哈萨克斯坦为何渴望回归中国 得出的结论是 哈萨克斯坦现今有40万华裔 一个小镇上的居民声称是李白的后裔 也有人说是汉族后裔 他们一心想回到中国 据说哈萨克斯坦的外交部 4月14日召见了中国驻哈大使 说他们国家的人并没有这个意思 好在这些文章已经被删除 微信方面4月15日表示 此类文章涉及夸大误导 目前已经对渴望回归类违规文章227篇 153个公众号予以封号 可见中国人的常识还在线 美国暂且不要着急对中国的看法消极 对这种智商明显输在起跑线上的战狼体 有网友顺着目前盛行的 阴谋论的思路往下猜 说这些帖子的背后 是外星球高级文明 用来撕裂地球人之间的关系 意在制造一个中国很low 遍地loser 到处使脑残的虚假形象 目的是抹黑中国 有人觉得川普也是外星人派来撕裂地球的 本来中国人以为美国总统还是有起码的价值观的 现在不这么认为了 本来美国两党之间的关系也没那么坏 现在也公开撕破脸了 比较远的例子 是2016年川普和希拉里竞选的时候 在纽约的一个有爱和慈善为传统的筹款晚会上 两人竟然公开恶言相骂 骂得我的一位美国老师 第二天在课堂上提起来这事 羞愤的都快哭了 稍微近一点的例子是 前一阵民主党对川普的弹劾案 川普好容易过关了 心中的怨气可以理解 但川普当众把对方党代表伸过去的握手 当成空气 公开无视 对方党代表民主党众议院领袖佩洛西 作为回应 也当众对着电视机前所有观众的面 撕了川普的讲稿 中文里的撕 如今放在美国的两党关系上 实在是太写实了 美国的分裂 公开的撕 在眼下的抗议战争中 每天都在上演 联邦泄露文件表示 美国可能在5月份重新开放 我看到纽约华人资讯网的报道说 4月10日 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与美国疾病 碰治与预防中心合作 一起发了一份文件 内容是他们打算 何时和以何种方式重启美国 现在这份文件内容被泄露了 新闻说 美国重启计划分为三个阶段 最初的准备阶段 将是一场公关信息闪电站 最早的州 在5月1日 选择性手术可以重启 第二阶段 学校 酒吧 餐厅 健身房 在没有出现病例高峰的州 可以重启 但远程工作仍然被鼓励 第三阶段 如果不出现高峰病例 各州民众的生活将恢复正常 按照这条新闻的说法 美国现在处在第一阶段 也就是争吵阶段 前几天 川普在这个问题上 跟州长们争吵的已经够厉害了 川普4月13日说 他作为总统 有决定重启美国的全权的和绝对的权利 话一出口 有些州就大声反对 反对声最大的是纽约州长库默 说 我们只有宪法 没有国王 意思是川普作为总统 哪有这么大的权力 然后 纽约州 新泽西州 康涅迪格州 宾夕法尼亚州 特拉华州 罗德岛州 和马赛储州这七个东北部州 公开宣布要联合起来 说自己制定重启的计划 西海岸以加州为首的几个深蓝州 也公开在这个事情上反对川普 表示何时重启本州 要由自己做主 川普气得4月14日上网发推 指责这些跟他开私的州长 是判见蝶血记里的反贼 川普当天在推特里的措辞 公然达到了一个10岁以内 酷爱看战争片的小男孩的水平 然后生气归生气 川普今天说 重启这个事 联邦政府只给出一个新的指导方针 具体的事 以后归各州自己管 号称全权的绝对的权力 在某些州长强烈的反抗之下 让步了 有了这个总统和州长们 在分裂后的共识 纽约州长库默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宣布 管他什么属 什么中心 什么大统领说 要5月1日重启美国 纽约的封州令将延长至5月15日 库默还说 纽约与东北州 其他6州的封州令 都将延长到5月15日 库默说 纽约的停摆已经奏效 疫情已经控制住 但是 他说 我们还没有到马上能够重启的那一步 包括纽约在内的东北七州 这些了不起的叛军 目前照着这个思路摸索着属于自己的重启之路 写在最后 一 有个朋友说 已经收到了政府发给他家的钱了 每个成年人1200美元 我家还没有收到 对收到钱的人表达了仰慕和羡慕 另一个朋友宽慰大家说 等纾困支票和退税支票买米下锅的美国民众 要多等几日了 因为大统领执意要史无前例的 在美国国税局支票上印上自己的大名 这位属于叛军的纽约群众表示 他要是大统领本人 就直接给选择银行转账的再安一个加密码 谁是爹 回答川普才能领钱 二 纽约州明天起强制戴口罩 口罩的争论在全美感染了67万人 死了3万人之后 终于在帝国之州有了定论 好了 本期的疫情日记就分享到这 想要阅读更多的疫情日记 欢迎订阅公众号 纽约时间 我是主播小洛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